大家好,我是谢爱萌,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美食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家庭版的酱猪蹄做法 操作非常的简单,而且又好吃 首先第一步要处理猪蹄表皮的猪毛 把铁叉子烧红以后,去除猪蹄脚趾缝隙的猪毛 猪蹄最不好去除猪毛的部位就是这个部位 利用铁叉子的高温能瞬间把猪毛烫除掉 最后用铁叉子插住猪蹄 采用活了的方式把猪蹄表皮的猪毛全部去除 把猪蹄表皮完全的烧至焦黑色 这一步不仅能去除猪蹄表皮的猪毛 而且经过高温活了也能去除猪蹄表皮的异味 把四个猪蹄烧好以后放进温水盆中 在温水中浸泡三分钟 三分钟以后用钢子球把猪蹄表皮刷洗干净 四个猪蹄完全的刷洗干净 然后用刀从猪蹄的中间片开 但是不要把猪蹄完全的切开要连在一起 这一步是为了在卤制猪蹄时能使猪蹄更好的入味 下面介绍一下香料 香叶三片 陈皮五克 桂皮六克 八角十克 小茴香十五克 大家可以近距离观看一下香料的品种 都是非常普通常见的香料 生姜片六十克 大葱白一百克 这个是黄豆酱一百五十克 所有食材准备完毕 下面给大家详细解说制作 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冷水下入猪蹄 下入料酒五十克去腥 随着水温不断的升高 水的表面会产生浮沫 这也浮沫是猪蹄的血水和杂质 开锅以后把水面漂浮的浮沫全部撇出干净 把猪蹄飞水三分钟倒出 重新起锅 锅中加入少许的植物油 下入姜片葱段和八角桂皮 采用中小火把葱姜桂皮八角炒香 小茴香陈皮和香叶一定要后放 因为这三种香料炒至时间过长容易炒糊 所以要等到把葱姜桂皮八角炒香以后 再把这三种香料下入炒香 继续保持中小火慢慢炒至 把香料炒香以后下入黄豆酱炒香 一定要把黄豆酱的酱香味炒出来 烹入生抽酱油50克激发出酱油的香味 下入啤酒一罐取形增香 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不停的炖制时间比较长 水可以多加一些 下入老抽6克增加颜色 下入精盐10克白糖5克 下入猪蹄 开锅以后转小火盖上锅盖 慢慢炖制两个小时 也可以选用高压锅压制25分钟 炖制时间到以后打开锅盖 用锅铲把猪蹄盛出装入盘中 猪蹄的颜色为酱红色 猪蹄的表皮主要是老抽和黄酱的颜色 大家近距离观看呀成品的颜色 色泽红亮肉质软烂可口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 您的点赞关注和转发是对我最大的支持